最新画面 这是根据央视的新闻报导 在今天下午一架由昆明 飞往广州的东方航空737客机 这是在广西附近失事了 而且就像画面中看到 这是引起了森林大火 由于这个事故的地区是位在山区 所以目前这救援团队 正在集结推进当中 不过已经知道的是 机上有132名的乘客还有机组员 现在是下落不明 这就是东航班机笔直坠落的那一刹那 事故发生的地点在广西吴州藤县一带 远远就可以看到山上冒出浓密的白烟 这里位于广西的壮族自治区 山路崎岖很难接近 网络上陆续传出了相关的影像 山林上的火势相当的猛烈 21号下午当地居民宣称 自己目击到了壮山的那一刻 飞机已经解体 火势烧毁了附近的森林与村庄 实施的客机疑似就是编号 MU5735的波音737可机 原本预定今天下午1点15分 从昆明长水机场起飞 3点05分抵达广州的白云机场 机上载有132人 其中包括了9名机组成员 123名乘客 目前全部生死未捕 也暂时无法确认 其中究竟有没有台湾籍的乘客 样式在下午5点钟证实 飞机已经失势 现场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飞机残骸 目前救援团队已经完成集结 正往山区迟远之中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升息过后 很多人说准备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了 尤其全台湾最新调查双贷足 也就是有房贷跟个人信用贷款的人 竟然创下了新高 是有33.8万人 如今升息之后面临的 就是这些负担增加了 因为像是台银 今天开始他们要足额的去反应升息 这个意思就是说央行升0.25%的话 他们也要升0.25% 邮局最快明天就要跟进了 尤其其实是五大利率 是全部的来调涨 包含您有学贷的 劳工贷款的 公教 青年 购物贷款的 全部都要调涨 不过今天在立法院 这立委就质疑说 怎么贷款的部分 我们是逐而反应 可是存款的部分 我的利息怎么就是部分反应呢 他就说这样根本就是趁火打结吧 但是范工股银行就说 其实这是活存不一定而已 如果你存的是定存的话 他其实就会反应的 但现在大家说这一波最受苦的 大概就是房贷族了 我们很苦心帮您找出了 现在有末班车的低利率 可以搭最多可以省下三千多块 升息了 房贷族影响最直接 因为贷款动辄数百万 未来1.5%以下房贷恐将绝迹 反应央行升息一马 收购房贷的地板价1.31% 预估会上调到1.56% 而针对央行之前 分别对于二房三房和豪宅 订出来的差别化定价 预估这房贷利率 也会上调到1.85%和1.97% 交房贷又要多掏钱 要抢低利率末班车 看仔细了 一是搭配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申请房贷做降息 加入贷款1000万 清安1.4% 合给最高额度800万 另外200万元贷款 就可以抢在升息前 抢贷到1.31的最低价 只是并非人人适用 就是它可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 然后还有这个 等于是说首购组的这些限制 就是不是说每个人申请 都一定申请得到 而且它也有额度的限制 所以说不是说给你贷到满 或者还能选择计条喘口气 利用现在到4月下旬 各银行新房贷利率 生效日的近一个月时间 先递件申请 抢拿1.31低息 再选择计条 就可以有三个月缓冲 如果以贷款1000万来说 等于能省下3549元 多吃88碗卤肉饭 你现在是带到没有错啦 可是你后期呢 因为现在时机也不是很稳 就现在物价来讲 现在很少 不止房贷有影响 连建商新作土建荣案的利率 也拉高 穿出未来 新案起跳价将直接跳过 2%以2.05%当作地板价 利息的升降 其实都是影响的效果 是很多层面的 升息对某些贷款 当然就是负担的会稍微准 也就是说 虽然央行升息一马 但纵观台湾房市 仍是处于刚性需求 撑盘下干扰 暂时有限 东四能力新闻 我们配合周云瑞 台北采访报导 国泰金的最新调查 竟然有九成的民众认为说 未来一年这物价还要再涨 很快 报税季又要到了 所以又是一笔支出了吗 好不容易现在有好消息了 这是财政部 他们公告了 110年度的基本生活费 是提高到了19.2万元 这是历年以来 调幅最大的一次 所以你是一家四口的话 最多最多 可以省到1万6 大通口下还有小劝信 报税季要到了 政府要发减税红包 像周围来自台南北漂的黄先生 从事网络编辑 月薪大约三万出 住在四到五坪的小房间里 感叹薪水快赶不上每个月的开销 如今政府送来减税力多 至少能省下约500元 我现在一个月是期前 对然后之后可能会想要再住 更好的环境 在台北工作之后 就是又房租 然后生活所需 跟平常自己一些娱乐 所以基本上其实存不到什么钱 财政部公布 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费 提高1万元 来到19.2万元 畅下历年最大调幅 以一家四口来计算 会差更多 基本生活费就有76.8万元 综合所得税金额在54万以下 只有5%的税率 一家人就能减税2000元 如果是税率12% 则减税4800元 如果是用最高税率 也就是综合所得税金额在453万 零英元以上的40% 一家人还能减税16000元 估计全台能有229万户受贿 是啊 是不无销补 这样的一些措施我觉得都是好的 基本生活费嘛 对啊那你基本生活费 如果说对收入比较 没有那么高的 可能就不无销补 但是对收入比较高的 基本上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大家来说也是不无销补 就是因为现在什么都在涨 鲈鱼熬出高汤 不少人就爱这一位 鱼汤老板说 现在一箱10公斤的鱼鱼 过年前每箱就涨了150元 怕涨价客人跑走 只能把鱼从大只换小只来卖 国泰经最新调查 更有超过9成的民众 认为这物价在未来的一年内 恐怕还会继续往上升 因为都会涨 没有特别去注意它 什么都涨 薪水不涨 民众苦喊什么都在涨 如今能有个减税小红包 也算是大通膨时代下的好消息 东西来新闻 吴博威 副一文台北报道 已经四年没有出现在 素食店的经典套餐 板烤鸡腿宝 近期业者竟然释出了照片 这是传出说 很可能就要回归了 而现在台式的炸鸡店 也推出了同板架的双拼组合 也就是说一次就可以吃到两种鸡 整块鲜嫩去骨鸡腿排 搭配蜜质烧烤酱 夹进蜗具鲜菜 看到这是不是回忆瞬间涌上 停卖四年的板烤鸡腿宝 传出要回归了 对 板烤鸡腿宝 我可以尝试看看 板烤鸡腿宝 是有印象的 放食果 就是酸酸甜甜 然后鸡满嫩的 从照片看来 三神秘密只露出一半 究竟是不是票选第一名的板烤鸡腿宝 3月23号才会公布正确解答 而台式素食顶瓜瓜也有新招 同板架的双拼美食 现在还要大玩谐音梗 招牌的经典瓜瓜瓜包 如果配上辣味鸡翅就成了鸡丽瓜啦 如果再配上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的地瓜薯条 那则是瓜地马啦 想要换点不同的口味 换上甜甜包 那就变成瓜田理想 同场家印22日登场的一日快闪活动 包含瓜瓜包两个百元油找 炸鸡三个杀到百元出头 美人限购粮份 外酥内嫩口感好诱人 不少老饕已经准备开墙 就价格来参考的话算是还算OK 可以接受的方法 炸鸡本来就还蛮好吃的啊 对啊 然后有优惠君会更想要就是去试试看 素食业不止激战 汉堡王更是号召你来盖大楼 4.4盎司的火烤牛肉鲜嫩多汁 招牌华宝一年卖235万颗 相当于230座101大楼 迎接26号的华宝日 甚至还祭出满意送一优惠 我们做一个华宝套餐 送一个华宝的一个优惠活动 那明显来客是不是多一半的 各家素食店 狂洒优惠 电视机前的你 是不是依经吹咸欲滴 看来想减肥 这下只能再等等了 东森才能新闻 陪优周宇瑞 台北采访报道 看盘不乱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